善人冯孝孟 清朝的时候 在广东南海庄头 有位大善人 性情敦厚 乐善好施 名叫冯孝孟 他的妻子简世 也是声名大义 行善如流 嗯 夫妻两人 既贫住困无数 在乡里间十分有名 凡是遇人有困难 都乐于给予救助 哎 快还钱啊 我们实在拿不出钱来啊 可不可以再还几天 还几天 借钱的时候 怎么不这么说啊 别啰嗦了 不还钱 就把小孩给我 不 救救你 别抱走我的孩子 哼 这可是你们签的戒指 说好不还钱就得拿孩子抵债 啊 这 这 快交出来 快交出来 求求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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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 软的不行 别怪我来印的 快拿来啊 不要啊 求求你啊 这位大婶 我来替他们还钱好了 大 大婶 来 这些钱你拿去 别再为难他们了 多谢恩公 多谢恩公 我还没结婚呢 你竟然叫我大婶 拿来 没礼貌的家伙 下次记得要叫我小姐 知道吗 啊 是 是 恩公 谢谢你 谢谢你 冯孝孟既贫住困不尽其数 而且丝毫不求回报 有一次 广东大雪几乎没有收场 灾民纷纷都向冯孝孟求援 而冯孝孟都义不容辞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又带烧借据啊 是啊 今年大雪 到处都是灾民 大家生活都快过不下去了 我们既然还过得去 怎么忍心向他们要债呢 对了 上次我跟你说 要买米赈灾的事 米已经送来了 哦 要赈灾用的米 终于送来了 这些啊 都是我向各大梁浩那儿买来的 一定够这次灾民过冬了 啊 太好了 夫人真是菩萨 灾民有救了 灾民饥饿受冻 谁都不忍心啊 那我真的要替灾民感谢夫人了 哎呀 人家是雪女的啦 哎 这 这 这米楼里怎么会有金元宝啊 啊 真的 哎呀 这应该是米店装米时不小心放的 他们一定很着急 阿福 赶快把金元宝拿去还 老爷 外面在下大雪 何况他们又不知道元宝是我们拿的 不行 人家丢了金元宝一定很着急 立刻去还 哦 由于冯孝孟夫妇的善心 使灾民得以平安地度过了寒冬 而且还聘起名师办学 让贫苦的孩子也可以安心念书 俗语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一点都不假 夫妇两人八十多岁身体依然健老 子孙满旁 许多儿孙都高中举人 十分成器 一门荣华富贵 不知道献煞多少人呢 这次变成了 PLETES 柠檬 让贵 优优独播剧场 这是 具体能 超 极